37页 范例1 如图为某指点在直线上运动的位置和时刻做图 则第一个 指点在6秒内的平均速度量值 以及平均速率是多少 这个x代表的是位置 t代表的是时刻 所以它是一个物体 它随着时刻 随着time 随着t变化 它的位置怎么移动 那么其实我们直接看这个图中的点 这个图中的点就可以代表 图中的点就可以代表它的位置 它的时间 什么时间在什么位置 那么第一小题要问的是 6秒内的平均速度 那6秒内的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其实就是用位置的变化 对时间做平均 那其实就是如果你是要求0到6秒的平均速度 那就是在6秒时候的位置减去0秒时候的位置 再去除上对时间做平均 也就是6秒 那么 这边我们还是不要写数字 我们还是写符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中告诉了我们呢 在6秒的时候 它的数值大约是5 虽然说这里的图片看起来有点是5点多 不过各位如果看你自己的书 你自己的书上的图片是这边大约是5的 我们画大一点 在6秒的时候位置是5 那0秒的时候位置也是5 也是在5公尺处 所以5减掉5 5减掉5 然后除上6秒 结果平均速度呢 是0 这就是第1小题的答案 那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从XT图的斜率 也可以判断这件事 因为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斜率 而且它是割线的斜率 那是哪一条线呢 就是从 0秒时候的这个5的这个点到6秒时候这个5的这个点 那这一条红色的线的斜率是0 所以 第1小题 斜率 割线 XT图割线斜率 它是代表了 平均速度 所以呢 平均速度是0 割线斜率也是0 那 平均速率呢 速率的话是 要把 路径长 求出来 然后再除上时间嘛 那路径长是怎么走的呢 它其实是 有先从5 再到 2 然后再回到5 对不对 那所以 路径长 5到 2 再到5 路径长其实是 3再加3 所以其实是6 所以平均速率呢 应该是6 对时间做平均 路径长 对时间做平均 那结果是 6 然后除上一样6秒 结果是1 这个是第2小题 平均速率 0到6秒的平均速率 就没有办法从斜率看出来 平均速率没有办法从斜率看出来 必须要看 它真正的在x走上 它到底的 走了 走的 路程走的多远 再来第2小题 不对喔 这个我标识错了 这个应该是第1小题的 第2小小题 这个是第1小题的第1小小题 那底下这个是第2小小题 再来第2真正的第2小题 第7秒内的平均速度 第7秒内的 平均速度 第2小题 的量值是多少 这里的量值其实都是指 只看大小的意思 它就没有负的 如果只看大小 那就是没有负数 第7秒内的平均速度 第7秒内其实它时间间隔是1秒钟而已 那 那一样 那它的 平均速度是6到7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是第6秒时候第7秒时候的位置 减去第6秒时候的位置 对时间做平均 那时间差 6到7是1秒 那我们的 第7 第7秒时候的位置是在7 第6秒时候的位置是在6 那所以 这里是7-6 不对 不是6 是5 第6秒时候的位置是在5 所以是7-5 7-5 除上1秒 所以答案是2 这是第2小题 第7秒内的 平均速度 那 第3小题 在第4秒末 第4秒末是一个瞬间 第4秒末是 时间 等于4的瞬间 因为第1秒末就是 时间等于1 对不对 所以第4秒末就是时间等于4 然后这时候要求的是 那个时刻的顺时速度 那顺时速度要怎么求呢 前面的题目是 他有告诉我们 是 等数运动 那等数运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平均速度 代表顺时速度 那现在好像不是等数运动 那怎么办 那只能从 途中的讯息来求 当我们把 把时间取得很短的时候 平均速度就可以变成顺时速度 那如果把时间取得很短的时候啊 这个 切线 这个割线 就会变成切线 我们来看一个 动画 好这里呢 就是有这个 Georgia 做的动画 那我们可以看到 底下的横轴 是有时间的 25秒30秒 35秒40秒这样 还有纵轴是位置 是 是 单位是公尺 我们用个全萤幕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 萤幕的右边 横轴是10克 好那现在呢 时间差 从初位置到末位置 时间差是20 这个横轴的 距离长度是20 纵轴 X1到X2 初位置到末位置的 位移是正的10 那这条绿色的线 现在它的割线 就是割线 那它的斜率是 0.5 就是20分之10 那也代表了平均速度 可是如果啊 我是希望 看顺时速度的话 我就可以把 时间差弄得很短 比如说 我就把这个 末位置 这个时间18点 刚刚是在哪里 刚刚是在 25秒处 出位置 T1是在5秒处 5 25 那我现在把25 接近这个5 你就会看到这个割线啊 好像 好像越来越接近的这个 函数曲线 然后最后它就会变成相切了 对不对 变成相切的切线 这样子就是 割线变切线 对 这个就是 切线 那这些切线的话 还是平均速度哦 但是它是非常短时间的平均速度 因为这时候的 时间差 只有0.5 525秒 你还可以让它更小 0.5 477 0.318 这样子 所以当这个时间变得非常短的时候 我们的 割线就会变成切线 割线斜率就变成了切线斜率 那平均速度就变成了 顺时速度 所以啊 我们在第4秒末的顺时速度 那我们就要看 题目有标示出来的 图中 T等于4时候的切线 就这一段 这一条切线可以代表的就是 4秒时候的 顺时速度 好所以啊 它的切线斜率呢 代表顺时速度 那我们就来看看切线斜率是多少 那我们还是先写一下顺时速度 的符号表示 前面加了一个limit 时间非常的短 然后后面都一样 跟平均速度一样 那在 4秒的时候呢 它的切线斜率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看起来它好像是 这条 绿色的切线它有经过 它有经过两个比较好判断的点 其实 其实那个 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书啊 自己的书好像 标示跟这张图有点不一样 那你的书本的话呢 它大约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张图 网络的 版本跟 各位的印刷版本有点差异 那你的印刷版本的话 它的第8 秒是对到了 5 然后 第2秒是对到了1 那所以 你就可以算出这条切线的斜率是 X 8 - x2 然后 8秒-2秒 6秒 在第8秒时候的位置是5 第2秒时候的位置是1 然后除以6 所以结果是 3分之2 6分之4 3分之2 那这个是顺时速度 那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说 顺时速度的大小 必定会等于顺时速率 因为 速度什么时候 会跟 平均速度什么时候 跟平均速率 一样 那就是 时间极短的时候嘛 所以 在时间极短的时候 顺时速度 它的大小就跟顺时速率一样 所以顺时速率也是 3分之2 这是第3小题的两个 答案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